好,那我们看看并联的情况 那一样的是RLC的电路 那我们一样的,我们说我们的V 是Vrcos的Ominity 这是我们知道的 那接着我们要看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不知道这整个电路里面 那他们的电流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面我知道的 如果我这两端的端电压是Vm的cos 这个Omega T的时候 那我可以知道 在IR上面的电流 就等于是Vt除以R 换句话说,这个就是等于 Vmcos的Omega T除以R 那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把它写成是 Ir的cosOmega T 这是大写的 那在L上面的电流呢 那就是,那在L上面的电流的话 那其实我们马上可以看到 这两端的端电压是Vm 所以在这两端的最大写的最大写的电流 就是Vm除上XL OK,然后你知道了 在L上的电流跟电压的关系 电流是超前电压还是落后电压 超前电压还落后电压 超前还落后电压 所以cos的Omega T减90度 OK,那再来是电感上面的电压 OK,那电感上面的电压就是Vm除以XCcos的 Omega T减90度 电容上面的电流是落后电压还超前电压 嗯?超前电压90度 所以马上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部分是Vm除以XOmega L cos的Omega T减90度 然后这个呢 是VmOmega C cos的Omega T减90度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要把 对手把它画出来 OK,因为这是一个B年的电路 所以我们的参考电压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呢是Omega T VT OK,那BR的部分 Vr电压跟电流是一样的 那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把电流的部分就直接画上来 那就是I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IL跟IC呢 IC是电流超前电压90度 所以电流超前电压90度 这是VC 这是90度 那换句话说 这个是等于VrOmega C 它再来一个是电感上面 它的这个电流是落后电压90度 所以它的值是落后电压90度 VrOmega C 好,那你把它合成 这个剪掉这个 那就剩下来这一段 那这一段呢 的值就是VC-VL 然后跟VIR 我现在这个都是I了 I不是V 写错了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合成起来的结果 这个就是POTAL的I 因为IT I POTAL 就等于IR加IL加S 那你马上就可以得到 那这个值IT 就是I POTAL的值 就等于多少呢 这个大的值 IN 然后这个角度 是我们要知道的 所以你要求的是这个角度 那这个角度是等于多少 就是我们如果假设它这个是C-T角好了 它就是COSI的C-T 所以 COSI C-T是等于多少 COSI C-T 是等于 C-T角就等于Omega T 再加上V COSI C-T角 那翻角呢 PANAL 5 就等于IR 分之I 就是IC就IL 那也就等于 它的值是等于R VM除以R 那IC的部分的话是VM除以XC减掉 VM除以XL OK VM全部消掉了 以后就变成XC分之1 减XL分之1 分之R分之1 这是Tenify的值就出来了 那IM的值呢 IM的值就等于是 IC-IL L L 是I OK 化号的平方减掉 而加上IR 的平方 的开根号 那它的值的大小 OK 就等于是VM除以R 的平方 再加上VM除以XC 再减掉VM除以XL 的平方 的开根号 那你就马上看出来 这个就是等于VM把它提到外面 R分之1 VM加上VM加上XL XC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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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 XL 的平方 开根号 VM除以X方 加上VM 加上VM 减Omega L分之1 的平方 的开二分之1 这个是VM的值 所以我们I Total 的值 马上就出来的 就等于IM IM就是上面这个值 R平方分之1 Omega C 减Omega L分之1 的平方 开二分之1 之方 的 cos C cos C 就等于Omega T 再加上 白角 OK 所以 这整个的分析 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的是 从这里面的分析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 一件事情是 到底电流 跟电压的关系 电流会超前电压过的事 电流会落后电压 就完全看 在这个case里面是 I C 大于 I L 的情况 的话 就变成是 Omega C 是 大于Omega L分之1 的情况 換句话就是Omega 平方是 大于 Lc分之1 在这个条件之下是 电流 超前电压 OK 那 反过来 Omega C Omega 平方 如果小于 Lc分之1 的部分 那这个 那这个 你的相图的部分 的话呢 那 VT OK 电流的部分 IR 然后 你的 你的 IC 是比较小的 那 你的 IL 是比较大的 因为在这个条件底下 好 所以 你会发现说 这个剪掉它以后剩下这一段 再跟它合成 这是直角 Total的直 OK 我们会发现 就是 这是Omega T 然后呢 这个角度 是我们的 Pi角 所以你的C 塔角 是一个C塔角 那C塔角呢 其实就是Pi 减掉Omega T OK 所以 基本上面 这两个 一个是 电压 跟电流的关系的部分 这边就变成 电压 会超前电流 换句话说 从 这里面的分析里面 非常的清楚的知道 Omega 如果是等于 根号 Lc分之一的时候 那 电压跟电流 是同向位 那 你也可以 跟我们刚刚在讨论 这个 Rlc 陷入的情况 一样去调整 我们的 R值 L值 过C值 然后去把它 变成 我们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 一个 大小 那 我们会发现 一件事情的是 当 我如果 Omega 是等于这个值 的时候 换句话说 这一项 是等于0 那 这一项 等于0 的意思是什么 这一项等于0 的意思 就是说 这时候的total i 是最 大值 还是最小值 最小值 对不对 因为 这一项等于0 啊 这是 大于等于0的值啊 所以 我们刚刚在讲说 B年的时候 你的 log Omega 的时候 那i呢 是会随着Omega 它的变 这是我们 刚刚讲的 这个 串联的情况 那现在 你并联呢 就不一样了 你随着Omega的变化 当你到达 Omega 是等于 根号 L11分之1的情况 那 那这时候的 电流 是最小值 那 这是 这是 并联的情况 那 这两个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 在这个位置上面 都是电流跟电压是同向位的 那也就是它的公正频率的情况 就是电流I的情况 好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任何复杂的电路 拿来都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拿来 第一件事情 你要把握住的就是 像我们现在求的是 并联的电路 那并联的电路就是 这里面的电压一定是相同并联 所以我们的电压变成我们的参考 的Facial 在刚刚那个问题是 串联的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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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参考的Facial就是什么 电流了 然后 所有的电压就针对电流来 来 掺照 那 串联 并联的时候呢 那你的参考 电压 是你的参考的Facial 所有的电流都针对电压来做参考的Facial 来参照 那就 分析起来就非常容易了 那这个地方有问题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 没有问题 那这个Chapter里面 最后一个小的Session 就针对我们交流电的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交流电的部分 电流跟电压的关系 它就是一个Sine 或Cosine的函数 OK 那 它 是随着时间 在做变化 它的相位有正乎 的关系 那我们一般 电力公司给我们的电 就是这样子 但是 我们讲的是 电力公司给我们的电是 我说 它的电压 随着时间 在改变 但是 电力公司给你的电是 电力公司给我们的电是 是什么样的电 什么样的电 几伏特的 110 还有呢 220 指的是什么意思 OK 我们说110 220 指的是它的Lumen Square的部分 那 那 方计划说 如果 你把你的 这个 不管你是电流或者是电压 你把这个平均值算一下 我 我 我假设 我是半个Cycle 那半个Cycle的情况之下 是这样子啊 这是半个Cycle 那 这是一个Cycle OK 这是一个Cycle 一个周期 那 我说 假设 你现在是半个Cycle 那 换句话说 我是从0 一直算 Omega T 是等于Pi 这叫半个Cycle 那如果是Full Cycle的时候 那就是0 一直到Omega T 是等于2Pi OK 那不管是半个Cycle 过这个Full Cycle的速度之下 我们可以去计算 我们的平均值 那平均值的部分的话 你现在也看到 我如果是计算半个Cycle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 针对这个半个Cycle的 电流 I0 然后 Cosine的 哦 这边我画的已经是Sine 所以我这边就写Sine Omega T 比T 那T呢 假设是半个Cycle 那0基到 时间T是等于Omega Pi的时候 那在Pi除以Omega 这个区间里面 那你去把它算平均值 这个可以算出来 那就是等于 这个Pi分之2 I0 那如果我现在算的是RMS 什么是RMS RMS RMS就是R R Root M是 M S Square Root mean square 所以你先要先Square 然后再算M 再算Root 就是先平方 一个变数先平方 再去取它的平均值 再 开根号 这个就是 这个变数的Lumen square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 假设你现在是要算Lumen square的话 那这半个Cycle的话 我们把它移到这边来 那我就是等于 在这个周期里面 Pi除以Omega 这个半个Cycle的周期里面 我先算什么 平方 I0 Sine Omega P 的平方 的平均值 0G到Omega Pi 这已经是平方的平均值 在开根号 OK 所以 如果是这个样子出来的 这个就是根号2的 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在 我说 举个例子说 电力公司给我们的电 是110V的 所指的 就是Lumen square 是110V 这是我们电力公司给我们的电 可以 这样了解吗 好 那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交流店里面 你会发现就是说 你要计算 很多都是要去算Pow的部分 那Pow的部分的话 为什么 刚刚我为什么说 我只算半个cycle 不算整个cycle 你要算整个cycle 那这个平均值是等于多少 0 对不对 正部刚好消掉了 但是呢 对RMS来讲的话 算半个cycle 跟算整个cycle 它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为什么 你是把它平方了 再取平均值 所以那个相位 已经全部通通会 消掉掉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计算 这个Pow的时候 那一样的 如果我是算半个cycle的时候 那Pi除以Om 然后 I P是等于IV 那I就是I0 Sine Omega T 然后V呢 就是V0 Sine的Omega T 然后DT 同龄G到Pi除以Omega 你把它算一下 你把它算一下 那其实这个是二分之Pi 二分之Pi 那个二分之一的Omega除以Pi 那跟这个消掉 所以这个是二分之一I0比0 就很简单的就可以算出来了 OK 所以 基本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平均的Pow的部分 实际上我可以把它写成 根号二的I0 乘上 根号二的V0 换句话说 就是等于 R的Lumine Square I的Lumine Square 在乘上 电流的Lumine Square 在乘上 电压的Lumine Square 这是我们平常 我们可以看到Pow 其实跟这个 这个金方根的这个值是相关的 那 这也是我们平常 我们会去计算的一个东西 那 现在你看到 这样的交流电路 我要把它变成直流电路的话 其实我把 它的相位 我希望把它的相位 变 变成什么 另外一个相位的全部立掉 这个有点画的不太好 OK 那把它立掉 那你就变成 从AC变DC 啊 你这边就从AC 变成DC啊 就是随着时间T的关系 那我们说 什么东西是可以把这个相位 立掉呢 很简单 我们平常用的就是Dial 二极体 二极体呢 是这样子的 当你的电流 从这个方向 流过来的时候 OK 那我们可以容许电流通过 好 那 那 IV curve 它是 但是 电流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时候呢 那 对不起 电流通不过去 OK 我应该把它电倒过 I 所以你两端的端电压 虽然 反方向的端电压 正负 没问题 但是 反过来的时候 如果 是正负 那对不起 我电流根本流不过去 所以 当我的一个交流店 把它接到这里来 那 从这一半周 走的部分 全部通通 让它流过去了 那我如果在这边 有一个电阻 那电阻上面量到的 就是过来了 但是 互半周的部分呢 根本流不过去 所以根本没有电流流过去 那 再来在正半周 又有电流流过去 然后 互半周 又没有电流流过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 AC 转变为DC 那只有一个Dial 你会发现 这边全部电流等于0 那我们当然不喜欢 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就把 它这个线路 再变成复杂一点 怎么复杂呢 OK 那我就会发现说 虽然这个是一个交流电路 那我们看到正半周的时候 电流这样流 流到这里的时候 这通不过 就会流过来 然后 这边也通不过 就会流过来 然后流过来 这是正半周 OK 所以你正半周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正半周过来的时候呢 好 电流 OK了 流过来了 然后 然后复半周的时候呢 电流这样流 好 这边通不过 就流过来 这边也通不过 流过来 再往这边流 所以你会发现 通过R的 它的电流的方向 都是一致的 那 换句话说 我看到 通过R上面的电流 是这样子 所以 它变成了直流电了 原来是从交流电的部分 它变成了直流电 那它这个就叫全波整流 这是一个整流电路 OK 那这个叫半波整流而已 它只有半波被整流的情况 所以交流电路就变直流电路了 好 那这是我们在这个chapter里面 交流电里面所讲的 对